安琪老师教做酸白菜 现在在安琪老师她家 安琪老师现在在用酸白菜填大水缸 大家应该也好久没有看到这样子的大水缸了 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呢 有介绍听众朋友 在填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要加粗盐 安琪老师说其实填到三分之二高的时候 也要再加一把盐 而且安琪老师盐不能多对不对 对盐不要多 盐多了会一直发酵 盐多了会一直在发酵 其实我那天很好听说 我听一个做四川泡菜 那个有炝牛肉面的老板娘说 他们做四川泡菜的他放一点糖 他说糖可以帮助发酵 你觉得我要不要试试看 这个水缸里面有100斤的白菜 鬼了就糟了 如果老师失败了 我连半颗都分不到了 我不要 我不想要 好玩到吗 还是按照古法好了 按部就班啦 对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水缸 感觉到好亲切哦 天哪 我有多久没有在看到这个水缸了呢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